哈囉大家好我是腦哥 區塊鏈上的轉帳 如果轉錯 錢就再也回不來了 而且因為轉帳的地址很複雜 所以風險很高 這個說是我最常聽到加密 有你們意思是質疑囉 確實 加密貨幣如果在轉帳時轉錯鏈 或是打錯地址 你的資金是有可能永遠找不回來 但這不代表我們每次轉帳時 都好像承擔很大的風險 因為老手們 其實也不用是老手 大部分畢訊人都知道 兩個非常簡單的小訣竅 基本上可以避免一切 你想得到的轉帳事物 而且轉帳地址並不複雜 我自己學了這兩招之後 是從來沒有轉錯過啦 我在去年三月的時候做了一期 如何從幣安轉到台幣交易所必託的影片 但是還是有很多群友問我 那派網怎麼轉 ftxmycoinascrypto.com 這些要怎麼轉 大家真的是很不會舉一半三 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全部示範影片 今天影片我希望可以 至少解決一年內 99.9%台灣用戶在區塊鏈轉帳的困擾 我會將加密貨幣轉帳的原理 常見的場景以及常見平台的轉進轉出 實測 避免你轉帳轉錯的兩個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記得看到最後 我們就開始吧 其實轉帳這件事情 比方說我從台灣的銀行 轉一筆錢到我美國朋友的帳戶 並不是有一些錢透過網路或是電線 跑過去 不是這樣 而是我這邊的銀行跟他那邊的銀行 透過像是swift網路之類的一些方式 聯繫上並且彼此說好 我這邊的帳本要扣多少錢 我朋友那邊的帳本要加上多少錢 並透過一些可信賴的第三方機構 就能完全轉帳了 區塊鏈上的轉帳邏輯也類似 我今天從這個平台錢包或交易所 要轉一些錢給另一個平台錢包或交易所 不是說有一些數字貨幣透過區塊鏈跑過去 而是區塊鏈就像那本全球通用的電子帳本 會替我們記錄這件事情 它是一套去中心化的系統 讓一個個分散各地的節點礦工 取代第三方機構來替我們確認這筆轉帳 也因此我們只要知道對方的錢包地址 確認它是哪條區塊鏈 因為現在有不少鏈大家可能會搞錯 所以要記得確認好鏈跟地址 把轉帳的資訊發送到區塊鏈網路 剩下的就是礦工會幫我們確認這筆轉帳 省了很多確認身份 分行甚至是國籍的需求 還省了手續費 我們通常使用區塊鏈轉帳有三大時機 第一個是從你的台幣交易所轉帳到國際交易所 因為大部分的必須人可能聽過的交易所 是像币安派網之類的 國際的交易所它功能比較多 但是我們沒有加密貨幣的時候 我們只有台幣帳戶 我們只有銀行的帳戶 它沒有辦法直接跟币安跟派網對接 你必須要先有一個台幣的交易所 它可以綁定你的銀行帳戶 你把台幣轉進去那個交易所之後 然後在這邊買到加密貨幣 買到加密貨幣之後 整個國際就是一家人了嘛 你就可以把USDT 以太幣之類的 透過區塊鏈的方式 打到那個最喜歡用的這個國際交易所上 第二個是交易所錢包 與去中心化錢包的轉帳 在區塊鏈上有很多所謂的 去中心化的應用 像我之前常說的 包括DeFi 去中心化金融 還有大家買NFT 很喜歡在 OpenSea 上面買 這些呢 你沒有辦法光憑一個交易所帳號就買到 你必須要有一個熱錢包 像是小狐狸MetaMask 在裡面要存錢的時候 也是要透過區塊鏈 把你交易所裡面的資產 轉到那個錢包上 才可以去跟 去中心化世界的項目做互動 第三個呢 就是大額跟跨境的轉帳 因為區塊鏈在轉帳上有兩大特性 第一個是按比收費 第二個是不受國際影響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轉帳 海外轉帳有些時候是要抽爬數的手續費 可是區塊鏈的話就沒差 就是按比 每一筆你的Gats fee 多少 就是收多少 所以在大額的轉帳上面會比較划算 另外就是因為你在跨國轉的時候 你不用去管說 對方的國家他的一些地址的規格怎麼樣 因為同一條區塊鏈 它就是同一個規格 省去很多研究跟搜尋的成本 好接下來我們來實測 常見的幾個平台之間的轉進跟轉出 那因為加密會平台實在太多了 我就用最常用的八個平台 好那第一個這個幣安 如果你要轉帳到幣安帳戶裡面 從右下角的資金 選擇你要轉的錢 那我現在就一律都用USDT 然後TRC20 就是播廠這條區塊鏈為範例 因為這個是代表我們80% 90% 都在轉USDT 那選擇USDT 選擇儲值 然後幣安會讓你選擇網路 那我們就選擇最常見的是這個TRC20 OK 然後這邊USD儲值地址我們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那個 你從某處要轉過來 就把它貼到那個地方的體現 再來派網 如果你要轉USDT到派網 你選擇衝閉 然後在上面選擇到USDT 然後挑選你的鏈 TRC20 然後複製 貼到你要轉出來的那個APP 下一個如果你要轉USD到FTX 選擇錢包 選擇你的USDTether 就是USDT 選擇入金 然後選擇你的那條鏈 TRC20就是TRX 就是播廠這個鏈 複製這個地址 貼到你要轉出的APP上 下一個 如果你要轉入這個 Beatle Pro 這個台幣交易所 來到你的 這邊是首頁 來到你的錢包 在加值的地方選擇USDT 選擇TRX 這個TRC20 複製 一樣貼到你要轉出的地方 ACE交易所 一樣我們選擇錢包 這邊有一個入幣 選擇你要入的幣種 選擇鏈 我們選TRC20 兩樣複製 然後把這一串貼到你要轉出的錢包 然後再來 MyCoin的交易所 MAX 兩樣貼到你的錢包 選擇你的幣USDT 按接收 但是你必須要先過這個身份驗證 我的身份驗證還在跑 所以要稍等一下 如果你要轉幣到 Crypto.com 從你的帳戶 加密貨幣錢包裡面找到Tether 選擇轉帳 選擇入金 然後這個你會發現 這上面沒有TRC20 就代表說這個平台它並不支援 波場這條區塊鏈 它不支援URRTRC20 所以如果你想要從別的平台轉USDT 想要透過TRC20轉到這邊 就沒辦法 你得選其他鏈 比方說你要選這個ERC20或者是BSC 看你那個平台是不是也有支援這兩個 通常有支援的話 BSC會比較便宜 盡量就轉BSC過來 那你就複製這邊 然後貼到你轉出的地址裡面 如果它是支援BSC的話就可以轉 如果你還是用TRC20來轉的話 可能就會轉錯 所以這邊就要特別小心 好最後如果你要轉到你的熱錢包Metamask 你把它點進來 點這個你的錢包的地方 你就複製就會轉 只不過呢 Metamask它並沒有支援TRC20 所以一樣 這個你只能轉 以臺房或者是BSC 鄉親可以看這部影片 好接下來如何從這八大平台 轉出你的資金 首先必安 一樣來到右下的資金 選擇你的現貨裡面 假設我要轉出USDT 我按提線 透過加密網路提線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在那邊貼一個地址 好有沒有 我們剛才有複製的其中一串地址 我就可以在這邊 好貼上來 主網類型選擇TRC20 你會發現手續費通常都是1美元 很便宜 選擇你要提多少錢 那就可以 提 如何從派網轉出去 你會發現首頁有一個提幣 基於哪個鏈 我們先選幣嘛 USDT 基於TRC20 在地址上面 貼上你的地址 選擇你要轉出多少的幣 然後呢 就可以按提交 就換成 再來 你從FTX上面 你要轉出去 選擇提幣 OK 那提的數量 然後記得這個地址 一樣把它貼上來 然後提幣方式 提幣方式的時候 選擇波場TRC20 然後就可以提幣 再來如何從BitoPro轉出去 一樣 從你的錢包 右上角的提零 選擇你的幣種 USDT 好 然後TRC20 一樣 你會發現說這邊可以貼一個錢包的地址 把它貼上 數量 就可以提零 再來台幣交易所 ACE 你這邊要提零的時候 一樣 錢包 然後這邊有一個右邊的提幣 選擇你的幣種 剛好就是USDT 選擇你的鏈指TRC20 提幣的數量 比方說提20 提幣的地址 把它貼上去 檢查頭尾之後 它還要填一些有的沒的 就轉出去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MAX交易所 一樣我們從錢包 選擇發送 一樣要身份驗證 所以這個就等我驗證過了之後 再截圖上來 再來Crypto.com 一樣我們走從帳戶 然後選擇你的幣 Tether USDT 選擇轉帳 選擇提領 選擇外部錢包 然後這邊因為Crypto.com 他們之前被倒過一次 他們怕啦 他們安全性提升 所以這邊它都需要一個白名單 才能夠提出 所以我現在要轉帳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從錢包地址 我這邊按右上角加號 我要新增一個地址到白名單 一樣我只能選擇這些網路 所以TRC20的地址是沒辦法的 我要在外面複製一個 類似像是BSC的地址 像是ERC20的地址 貼上去 把申請為白名單之後 應該是24小時之後就可以轉帳了 好 MetaMask怎麼轉這樣出去 我們選擇這邊的發送 然後 很簡單就直接在這邊貼上你的地址 那記得一樣我們是要 以太坊上的地址 或者是 DSE上的地址 好 那我們最後簡單示範一個 其他的 就假設說你現在要轉其他幣的時候 比方說我現在要從 币安 提令以太幣 到 Crew.com上面 因為Crew.com現在不支援TRC20嘛 那我提令以太幣 我就要用其他網路 比方說這兩個交易所都支援的一種是 币安智能鏈BSC 所以我要在Crew.com上面複製一個 BSC的地址貼到這邊來 那我來到我的Crew.com 我選擇 好選擇以太幣 那我要轉以太幣 我要轉帳 我要入金 那他就會給我一些選項 我找到BSC 複製 OK 來到這邊把它貼上 選擇主網 記得剛才我們選的是BSC 也就是BEP20 選擇BEP20 提現最低的金額 把它全部提現 好然後按提現 就可以 每一個交易所通常都會讓你做二次驗證 就避免說你現在手機被人家倒了 所以就會告訴你 告訴你一些 像這個還要先驗證也有的沒的 這個如果驗證過後 它通常還是會讓你填一下你的手機上的驗證碼 或者是E-mail的驗證碼 讓你轉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轉過去了 好接下來來分享 好接下來來分享 永遠讓你不會在區塊鏈上轉錯的 兩個小撇步 不能說永遠啦 降低很多很多的風險好不好 那第一招呢 如果你看完前面那些 你會發現我所有的錢包地址 都不是用手打的 你知道我聽過太多 就是區塊鏈轉讓轉錯的人 他們竟然都是用手去一個一個拼 那個錢包地址 那因為錢包地址通常都什麼 30幾碼40幾碼的英文柱子混合 所以你要打錯這個實在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科技 叫做複製貼上 我不曉得電腦複製貼上有沒有可能錯 但至少我是沒有遇過這種情況 那但是還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複製貼上的時候 你可能會不小心複製到空白 對不對 或者是你可能會少複製一碼 這個倒是有的 所以在轉帳的時候 我在貼上地址之後 都會確認前三碼 後三碼 你只要前三碼後三碼沒錯 那中間的其實也 不太有可能會發生錯誤了吧 好第二招 有些時候啊 我們在轉區塊鏈的時候 地址是對的 但是我轉錯鏈 比方說我從TRC20 轉到人家的ERC20 我從BEP20 轉到人家的BEP2 那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錯誤 那如何避免這個錯誤呢 其實我們只要記得三個最常見的區塊鏈系統 它們的地址格式就可以了 比方說以太方生態系列 你在以太方上面轉 或者是我們說BSC 或是AVAX Polygon 這些以太方系的 它們的地址的開頭都是0x 所以我們在轉USDT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你要轉的是TRC20 就不要轉0x 但是在以太方 包括你要使用到OpenSea上面 你跟小狐狸之間的轉帳 或者是有一些台幣交易所 它們在轉出以太幣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選鏈的 那那些就是預設是走以太方鏈 這邊也是一個小小的知識點 就是今天如果這個平台 它在轉某個幣的時候 沒有問你說要選什麼鏈 就代表它只支援那個加密貨幣 原生的那條鏈 那以太方當然就是 那以太幣當然就是 以太方區塊鏈 就是0x那個地址 那第二個常見的地址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用的USDT 它的波長鏈 波長鏈的地址特色就是 開頭是大寫的T 就這樣 就是如果今天人家說 轉USDT給我 然後給了你一串它的地址 不然開頭不是大寫的T 你就要記得問它說 你這個是哪一條鏈的地址 好第三個就是 虛掛鏈碼當然要講一下比特幣 比特幣的地址開頭比較多變化 但是最常見的是 數字1或是數字3開頭 也有小顯的BC開頭 但是我看過大部分都是1跟3 所以如果今天是有人說 轉比特幣給你 記得去比特幣那邊找說 1跟3 確認說是用這條鏈來轉 就會沒錯啦 永遠都用複製貼上 不要用手打 還有記得 你今天使用的鏈 是哪樣子的地址格式 就算掌握這兩招 至少我到現在轉賬是沒有轉錯過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如果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讓YouTube人上把知道我們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上 有人問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問我 要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一集再見 Peace